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中国企业成建的达卡尔快速公交系统项目 27号在塞内加尔达卡尔举行主线贯通仪式 这是塞内加尔第一条城市快速公交线路 也是振兴塞内加尔计划重点项目之一 塞内加尔总理阿玛杜巴在仪式上表示 这一快速公交系统将使用清洁能源 通车运营后将有效缓解当地交通压力 上下来看看 下来看看 软件小时 再加尔总裟 先准备 再加尔总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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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装满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